国总统大选的第三势力候选人小劳勃甘奈迪在美国时间23号 来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暂停竞选并支持川普 小甘奈迪强调他只是暂停竞选并 小甘奈迪强调他只是暂停竞选并非正式结束竞选 他表示将从几个决战州的选票中将自己的名字移除 认为只要他的名字仍在选票上他将成为搅局者 但同时也呼吁在非决战州的选民依旧可以支持他 事实上70岁的小甘奈迪近期谴责副总统贺锦丽 未经民主党初选就被取回总统候选人并非民主的行为 因此他转向支持川普也不令人意外 听闻这个消息小甘奈迪的包妹凯丽甘奈迪 则在X平台上痛批他背弃家族价值 不过外媒评估小劳勃甘奈迪的退出 支持他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 可能将选票投给自己支持的党候选人 也就是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将积极争取 支持小甘奈迪的独立选民选票 但究竟这些选民会倾向哪一边 目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 好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方独立参选人 小萝卜甘奈迪最新是宣布退选 并且要支持川普 先前就有传出来说甘奈迪退选的话 川普阵营答应录主白宫之后 会给他一个新的职位 现在也掀起了讨论 详情我们要来请教玉轩来说明 好了 主播小萝卜甘奈迪 在亚利桑那州宣布退选 那么接下来他就马上参加川普 他在同样的地方 也是亚利桑那州的 格伦戴尔的造势集会上 那么先来听听 他们两人在集会上说了些什么 好的那么川普甚至在集会上表示 为了致敬他这位曾经的对手 宣布胜选之后 还要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调查的这位小萝卜甘奈迪 他来自的家族甘奈迪家族 曾经出过的约翰甘奈迪总统 曾经遭到刺杀的所有文件记录 那么小萝卜甘奈迪 也在集会上称赞川普 并且说两人在慢性病 以及网路言论审查 甚至是边境问题上面 都有相同的立场 也呼吁在现场的选民说 不想让美国有一位更伟大 并且让美国更健康的总统吗 不过外界更好奇的是 之前曾经有传闻说 川普如果胜选 可能会给小萝卜甘奈迪一个职位 这个职位究竟是什么 那么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川普 在节目上就开玩笑的 透露一些口风说 这个小萝卜甘奈迪 可能会担任一些监督的职务 那么监督哪些单位 可能包括像监督中央情报局 CIA甚至是集管中心 CDC的工作 或者是联邦调查局 FBI的工作机构 那么保守派媒体的主持人 甚至也开玩笑说 这个小萝卜甘奈迪 有可能去当CIA的局长 或者是在美国食安管理局 美国食药管理局 FDA或者是集管中心 CDC工作 不过川普自己本人 倒是也先透了点口风 表示萝卜甘奈迪 小萝卜甘奈迪 可能会担任一个 有预防治慢性病 还有自体免疫疾病 自闭症肥胖不孕 等慢性病等疾病的一个职位 但对于 但问到 但记者也有问到说 两人对新冠疫苗的立场的时候 川普本人是避而不打 盖威扣风一转 批评民主党对待小萝卜甘奈迪的待遇 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才让小萝卜甘奈迪 气到退党 但是华游现在其实也爆料说 其实小萝卜甘奈迪宣布退选之后 第一个先联络的 其实还是民主党的贺锦丽团队 而且要求的内容 同样也是希望贺锦丽胜选之后 能够给小萝卜甘奈迪在政府一个新职位 不过这项要求的并没有受到民主党的重视 而且民主党传出是拒绝他了 所以小萝卜甘奈迪才转而 并且要求川普说如果胜选了 可以给他一个职位 那么小萝卜甘奈迪之后 也似乎证实了这则报道 并且说民主党拒绝和他讨论 是一项巨大的战略错误 现场再交换给主播 还要再来请教预宣 在民主党这边 全代会已经结束了 而且收视律师显示 贺锦丽在最后一天的演讲 收看人数赢过了川普 让川普气炸了 在社群媒体上发文 及时痛批 甚至还call in到了电视台来骂人 到底她说了哪些话 再来请教预宣 好了主播 收视率调查是表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最后一晚是吸引了 2620万的观众收看 那么期间 贺锦丽在最后一天上台演讲的时候 收视率更是表导最高点 吸引了2890万的观众收看 那么MSNBC这是其中一个转播的电视台 表示这是他们台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有推测认为说 之前其实传出天后毕昂斯 他可能会登台表演的这个消息 其实也是刺激收视率标高的一个原因 那么相比之下 共和党全代会最后一天的收视率 是吸引了2538万的观众 其中观看川普演讲的人数 是跃升到了2840万 其实是比贺锦丽还要低的 那么显然让川普火冒三丈 而且在贺锦丽演讲大概约30分钟的时间内 川普就连发了37则的贴文 并且狂骂贺锦丽说 他说了太多次谢谢 完全都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议题 每一则川普的贴文都拼命的以续为来开头 而没有提到贺锦丽的名字 那么川普继续讲说 贺锦丽讲了太多的成长经历 关于关键的议题 像是边境问题以及经济的问题 贺锦丽都没有提到 最后川普可能是认为 打字实在太慢了 直接call in到直播DNC 直播民主党全代会的 其中一个频道 也就是他熟悉的福祉新闻网 继续开始痛批贺锦丽 那么他也强调贺锦丽没有提到 中国页岩油的开采 或者是犯罪等问题 川普也不忘提到 自己在各州 以各族群的选民 其实是得到了广泛支持 但由于川普可能一直骂贺锦丽 狂骂了10分钟 最后他不小心按到了手机的案件 可能是讲得太激动 按到了手机案件 发出嗶嗶声 扰乱了整场直播 最后福斯新闻台 不得已只好把川普消音了 那么中途其实主播也多次想要插话提问川普 但都被川普喋喋不休的谈话也拒绝了 最后福斯中断这场直播 将讯号转为到深夜喜剧节目 深夜喜剧的主持人甚至还开玩笑说 希望川普不要因为中断这场直播而怪罪他 并且向观众表示 就算中断了讯号 川普也还是在电话那一头继续讲个不停 现场再交换给主播 谢谢玉轩详细的说明 那么纵观这四天民主党大会 比起共和党来说 民主党在口号跟标语的设计上面 都更有创意 民主党还刻意加入了爱国元素 除了说发放国旗以外 中间穿插的歌曲也都有巧思 民主党全大会每天压轴讲者 都伴随着这样的画面 人手一支标语是义工提前作业 美国总统拜登还没上台 现场义工就拿着装满整袋的标语 进场发放 也不忘提醒 等一下只要挥这支就好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秘血 欧巴马还没现身 联合中心里的群众 手里已经有着ROW投票的标语 虽然今年民主党用更多网路平台 直播全大会 但全大会还是以传统电视转播方式直播 讲者讲稿扣着当天主题 每一个梗每一个讯息都算好 而在画面上的呈现 靠的就是义工在不同时段发放的标语 比起共和党 民主党全大会标语形式和文字更多变化 也因此义工忙得很 挥着标语喊着口号 民主党全大会就像粉丝见面会 但这次刻意强调爱国元素 最早先发USA标语 再发小国旗 中间DJ播歌还放了石浦林斯丁的声于美国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总是把美国优先挂在嘴边 这次民主党用全场满满的新条旗 强调爱国心不是川普独有 也有人把国旗放到贺锦丽长条标语上 象征国家大于一切 我们回来带您来看新勤安政策 现在变成助长房市过热的原因之一 央行还要求国营应该自主控管 不动产贷款总量 引发国民党质疑 稍后带您一起来了解 陈锋在新加坡那边被车撞死了 欢迎Mandy母女两个